那孩子 是庆帝的孩子 确实如此 算起来他和你年纪相仿 否刮了太久 不知道皇室的状况 那孩子 现在是第几皇子 可有非凡之处 京都不是什么好地方 先帝死的京都 与娘死在京都 留在淡州 命会长歇 我娘死在京都 杀他的人还在吗 我不知道 宫中有旨 找你入宫 人家如此 这才是陈萍萍和范贱 隐瞒的真相 这才是多年 不让我入京的原因所在 我不是范家子弟 我是庆帝的儿子 我是皇子 我的身体里 留着的是她的血脉 朕有些累了 先歇息了 你们兄弟三人吃饭 不想 就不跪 在这儿 在这儿跟宫礼不一样 宫礼是君臣 在这儿 有何不同 你活着回来 一下子 这么多事 突然知道自己的身份 确实很难接受 没关系 你心里明白 是我萧家血脉就好 背了这么久的秘密 说出来 轻松许多 只是接下来 这担子 要放在你的身上了 您还是手术性话吧 又要死了 有什么区别啊 宫礼这么恨安 或者这么多年 不喜欢